医生一带煮 肥肠内脏的东西要少吃 但是再少吃偶尔也得解解馋 今天咱们吃肥肠火锅 肥肠您买回来一定要买鲜的 拿回来之后 您用盐 用面粉 给它抓着 把这层粘液给它抓掉 然后给它洗干净了之后 翻面 摘油 肥肠前期处理 我觉得应该得再五六遍以上 您还能洗得干净 这肥肠今天早上我买了是五斤 咱们先把肥肠搁在清水锅里边 凉水下锅就行了 给它煮的然后叫什么事 这个肥肠不起沫了 您再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咱搁锅里边单起汤 给它做成什么 半熟 你看咱这几款辣椒 豆瓣酱 辣妹子 这个是胡蘸的 咱这个抽豆豉是贵州的 秦椒 把这四款搁到一起的时候 会是什么味道 最后出来咱们看结果 好吧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辅料 大蒜 辣椒 青蒜 这不是汤水啊 没有到那个头料的时候呢 这个沫呢 您打到它不起沫了 这肥肠基本上就干净了 然后现在该干嘛了 去肥肠最好的就是白酒 来咱小半熟 也就五十克吧 您看啊 这肥肠呢 基本上收缩的都特别透了 这时候您就可以出勺了 用冷水 给它预下冷 您一个是把表面 肥肠的这个脏东西 给它洗干净 还有呢 您就是出水的时候 您把肠子里边 这个水给它往外挤一挤 好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处理肥肠 就是很像肥的 特别宽的 像这样的肥肠 您中间给它披开 然后切成段 还有呢 就是像咱们这种小的这个呢 您就直接切成不规则的 有点个的 块大块就行了 这肥肠 您什么水什么的都不要加 先放进去啊 青椒 洋葱 然后再来块姜 老抽 这一步就是让它上色 蒸香 咱千万不要弄一大锅水去煮它 就水呢 您放合适了就行了 基本上 食品一比一的这样嘛 咱们生肥肠是五斤 五斤呢 您就放五个大料瓣 盐 五勺 一斤肥肠 一勺盐 然后剩下来呢 是鸡粉 也是五勺 能够您这能自己开店吗 自己开不开店呢 您先尝着好吃不好吃吧 好嘞 咱们就等着它啊 像这样上气五分钟 然后就等着它气自然放掉就行了 好 咱时间到了啊 开块 好 大家呢 捞一个馋 可以尝一尝 它的口感 脆脆的刚刚好 把这个料加出去 咱们炒个锅底就算能吃了 锅里打底油 干嘛 煸蒜 蒜呢 一定要量的充足一点啊 蒜要用小火慢慢慢慢的煸 给它把蒜香煸出来 好 大家看了吗 这蒜要煸到这样 色泽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啊 这时候要煸豆瓣酱 这时候要干嘛 煸豆瓣酱 辣椒粉 这是芹椒啊 辣妹子 豆豉 一样用小火煸 直接肥肠压好了 往里边一盛 这个汤 有人喜欢吃肥肠浓一点的呢 你就原汤 你要不喜欢呢 对一瓣水 这个青蒜苗的根 放三勺 鸡粉 来一勺味精 炸好的蒜 往那个锅底一放 就行了 因为开锅之后呢 它会有一些 末 但是不要紧 这是这个豆瓣酱 还有这个油 你一大开之后 它就没有了啊 这个就可以脱了 最后一步啊 你要用菜籽油 来打油底 你要是没有菜籽油 二合油就行 色拉油加香油 都可以啊 把油烧热 然后再晾凉 就是这个步骤 肥肠锅最后香就香在这儿 你尝一尝 咱们的这种肥肠锅 就是吃到嘴里边呢 这种麻辣呢 是刚才咱们倒炕锅的 这个麻辣的味道 鲜呢 就是刚才咱们调锅底的时候 是吧 肥肠是鸭肚味 嗯 嗯 今天的肥肠锅 香不香 好吃不好吃 只有我知道 但是您在家 做完了之后 您也知道了 回家做吧 咱们的肥肠 咱们的肥肠